小编 有没有看到城堡了 看到了 哦 就在那里 我们已经开进城堡 是天鹅堡的路上 马上就越来越靠近了 白色的右下方有没有看到一个黄黄的 看到了 那个就是他爸爸住的 也是他小时候住的 童年的旧天鹅堡 所以旧天鹅堡 新天鹅堡 以前在他还没有盖这座 新天鹅堡之前没有什么救星 就是之前就是只有这一座 他爸爸盖的这一座就是天鹅堡 然后也因为他盖了这一座之后才改 改成为新天鹅堡 小的那个黄的在哪 我都没看到那个黄的在哪 那个山头 对 是不是就跟那个 比士尼乐园的那个 那座新杜瑞拉的城堡的这个样子很像 因为这个 华德迪士尼先生就是 看着这个城堡 引发了他的构思 建了这个新杜瑞拉的城堡 那里面的上楼最高了 那是白雪山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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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白雪山 是 好像靓巴斯上跟着我走 我们要先排队 看要搭街坡车还是怎么样 右边那个黄的就是老天鹅堡 这个要先上去 不然错过那个时间 真的喔 你们可能会杀了我 就上不去了 终于到了 新天鹅宝 待会再拍一会 这个风水真的好 下面好平 你看他在天鹅宝那边看 这山还有平平的大草原 真的很美 那个右边那个黄的就是老天鹅宝 黄的你看在他右手边 上到山顶上 没有上到山顶了 我们因为要赶着进城堡 我已经跟司机讲了 好 好